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一大早的 太阳就刚刚出来一点山 我和妈妈就一起出来摘点菜看看菜园 最近奥克兰下的雨比较多 你看我们这会有个架子 它上面全都是椅株 嗯太不错啊 哎呀最喜欢下雨 哇你已经上了露珠 我们种的比较晚 所以现在已经秋天了 这苦瓜才长这么一点 但是也很好 它也会慢慢长大一点 那块有一个苦瓜 说它的苦瓜大 嗯那边有一个 这个苦瓜长得不是很高 但是它已经先离一个苦瓜了 这是我们最大的苦瓜 对 我觉得因为这是第一个 我看很多视频 他们都说第一个呢要早一点摘 这样就会让别的可以长 所以我们可能明天就会把它摘了 所以我们可能明天就会把它摘了 这块有一个苦瓜 这个我记得 哦对那两块有两个小苦瓜 嗯到这儿 挺好 挺好 苦瓜也很好种 我们家南瓜也大了 看 这是我们的南瓜 种了一棵苗 它就结了这一个 然后还结了两个哈 但是没火 就这一棵苗 长了一大片 但是它就结一棵 开了好多熊花 每天早上我和妈妈都会把这种熊 这种小熊 给剪掉 因为我们是拿绳子给它绑的 这样 这样把它 如果把它自己分泌出来 这个小丝儿剪掉的话 它就会 它就不会 浪费它的营养 看就会有个果了 嗯 这个果 对 这个小果 这是丝瓜 爬的挺高的 爬的挺高的 看这块有个丝瓜了 嗯 就这个 前面 前面我们已经摘了几个哈 对 看新的又长出来了 玉米已经有蒜蒜了 估计还能吃上个秋雨 你看这个稍微大一点 嗯 对 生姜已经发芽了 拔下小野草 我们每天都会 在地里 除除这些野草 野草还是蛮多的 因为我们 第一年种 都是 都是野草 第一年种 所以野草会很多 嗯 我们就会种了些香菜 嗯 这香菜呢 哦 就会有营养 想它营养 你看这两棵 它多起了 嗯 嗯 拔掉 啊 没事 一定要把它根拔出来 嗯 好紧 好吧 拔掉 另一根 摇一摇 这是我们种的香菜 好 有些时候这会儿 对香菜刚长出来的时候 它是这种样子 就是这种小叶子 跟草很像 但是这种的话还是草 对吧 这种还是草 它刚长出来跟这种草特别像 就还有一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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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刚长出来是这种的 但是有一种 它很像香菜 它不是 它就是长成 就是这种 它不是香菜的 它很像 然后这香菜第二层叶子的时候 它就会长成这样 就这样的话 你就感觉是像香菜了 第三层的时候呢 它又会长成这种小碎碎一样的 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 最后它就会开花 它会长好几层 这种小碎碎的 好 上面就会开花 我们种的稍微有点晚 所以它开花开的稍微有点早 西红柿最近开了挺多的花 黄瓜我们就会见了好多呢 但是还没长得太大 还在慢慢长 这块有一棵大点 差不多可以见 我们这个品种啊 它就只长这么大 下雨了 叶子才长得满满的 特别棒 这是葱 我们开始是从仔开始长种它的 所以它还挺细的 现在这个长得很粗了 你看宝贝 对确实 都长起来了 你看那个香菜 在那个盆子里长得不太好 但是外面你看 这个种得很晚 但它发的很好 香菜都发起来了 嗯 所以我一个朋友告诉我说 直接把菜籽撒在地里 长得好一些 香菜 我们今天呢 打算要做 炒一次红薯叶 这红薯叶已经长得 挺好的了 我们刚种了之后 还没怎么摘过这个红薯叶 今天打算摘一次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怎么炒 这个 它这块呢 是从这个红薯 就长出来很多枝 然后呢这些枝就会长得 特别特别长 这些就红的就是枝 然后这些红的枝上面呢 就会有这些叶子 我们就点这些叶子吃 因为它红的枝还可以长得更长 有只蜜蜂在地上打架 它被我发现了 好像是蜜蜂和马蜂 蜜蜂在上面 蜜蜂在下面 蜜蜂在上面 上面是蜜蜂吧 下面是蜜蜂 下面是蜜蜂 下面有毛毛 上面有毛毛 或者它们在交配 不知道 不知道 然后我们要摘这个叶子的话 就从它的底下这么掰 非常脆很容易掰 对 好 蜜蜂 这个蜜蜂它是还要发的 我们就不要把蜜蜂给拔掉了 好 新牙扒掉它就不发了 所以你也可以拿剪刀 如果你扒不好 可以拿剪刀剪 就在那个牙牙上面有剪 对对 好 再找一条 嗯 就是我们不要把它那个 让它可以再继续长 剪一些大一点的 嗯 剪长的 那个杆可以吃 这块有一只我们刚刚发现它底下开始长根了 这一只 就是 就这一条挨在地上它可以长根 所以 红薯其实是可以 压条的 就是在这个位置埋上土 它就可以 再长出根来 所以 红薯藤长长了 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这样它吸收的营养会更多 长得更旺盛 嗯 这会儿 后来我猜的时候发现它每个旁边都会有个特别小的小绿牙 新牙它可以再发 对在这个旁边 然后你也可以用这么指甲 直接这么掐它 它也很脆 一下就下来了 刚好我指甲比较差 一般我们早上采菜会比较好 因为早上那菜水分比较充足 采起来比较方便 嗯 我已经摘了一大盆的红薯叶了 我们现在给一顶屋炒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我洗一下菜 哇 早上的羊肉好足 这个花也是我们早上刚刚在那里 菜地旁边有个花 我们也是一块摘的 很漂亮吧 再洗第二遍 下雨的时候有些时候有点泥 就垫到这个菜叶上 现在我切个洋葱 没有用来蒜来代替 但我们不是很常吃蒜 下油 把葱放上去 把油爆香 嗯 稍微有点泵油 菜可以太多 嗯 就要大火炒 嗯 所以我们水都放得比较大 嗯 这好烹啊 对 它比较长 嗯 烂烂 锅不要离开炉子 它一块就炒面了 炒面了以后放盐 快起锅的时候放盐 嗯 够了吗 这个盐 嗯 我觉得 还是可以加一点 够了够了 哈哈哈 你要自己要判断 差不多了 好了 吃锅了 非常简单 你只需要加一点盐 好了 我把洋葱 这盐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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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特别好吃 好了 我的菜已经炒好了 已经上锅了 我这会儿 还配了一个小的香菜花 还是可以吃的只好 特别香 来尝一尝 来尝一尝 嗯 好好特别喜欢这个叶子软软的 然后这个还脆脆的 还有点这个洋葱的味道 特别好吃 红薯叶 种起来也特别简单 你就买一个红薯 在一个盆里 或者在你家的菜地里 它就会长 特别容易生长 而且它长得也挺快的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 踩上这么一盆 然后你就给自己炒一炒 特别简单 我以为 我之前以为这个炒菜我多拿 我没想到只加油盐和葱 就加一点点东西 就可以炒特别美味 那希望你也可以给自己 炒一盘这么美味的红薯叶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点赞订阅 Bye